近期南韩的一场婚礼引起了众多争议 她就是女艺人孙旦菲 和南韩前短道肃华选手的婚礼 该婚礼有争议 一方面是因为男女两方在婚前都有一些黑点 男方曾经涉及性侵案和朴槿惠闺蜜的贿赂案 而女方因为交往诈骗犯收取高额礼品而被攻击 同时还有一个争议在于 曾经和孙旦菲关系密切 犹如亲姐妹的好闺蜜们如郑立元孔小珍等 都没有出席婚礼 引发了因为卷入诈骗案而是姐妹感情破裂的传闻 闺蜜团中的郑立元很多人名字不熟悉 但是连肯定认识 经典的韩剧《我叫金三顺》里面 最美最惹人心疼的女儿就是她 当年她凭借这部戏清丽脱俗的样子和我见有连的哭戏一炮而红 还被称为是微笑女王 是非常多韩剧迷心目中女儿的白月光 郑立元有海外的生活经历 所以她在性格上 和南韩的传统女生也有点不太一样 活得很自我 很随性 也很文艺 因为《金三顺》这部电视剧被观众所熟知以后 顺理成章地开启了她的演员生涯 有过不少被人熟知的作品 你来自哪颗星 泡泡堂 魔女法庭等等 外形和演技都颇受肯定 虽然现在工作的节奏不强 但是语言自得 在40岁左右的年纪活成了人人羡慕的样子 而郑立元身上除了演员的作品外 还有一些曾经引起争议的点 一方面是她外形上的变化 曾经在《金三顺》里面 每一针都美得让人心颤的样子 在几年后大变样 那段时间好像是迷上了伊美 搞得失去了自己的特色 也不负刚出道时候的自然和气质 很多人都为她感到可惜 后来慢慢的颜值又回去了一些 大概兵器掉了这些完全不加分的伊美 又变得自然和清新 不过当然很难再回去当初的颜值巅峰了 另外一个争议的点在于 她的感情生活 她最著名的一段恋情 适合神话组合的詹志燕本来帅哥美女的恋爱很美好 但是中间她设计劈腿了另外一位艺人Brian 虽然三方都没有明确回应过 但是这段三角恋 还是让她当时人气大跌 元气大伤 此后郑立元再无公开承认过任何一段恋情 只有扑朔迷离的绯闻 一段是合作 你来自哪颗星的金来源 当时因为聚集的播出 加上两个人私下的各种互动和交往 恋爱传闻沸沸扬扬 只是双方一直都没有承认另外一段是2016年 男方是小13岁的前Winner团员男太炫 因为上传了暴露两个人的照片而被传恋爱 多方认证两个人确实是交往关系 但是男女双方都否认了 后来男方公开了新恋情 这段传闻也就不了了之 现在的郑立元40岁成熟稳定 维持着很好的外形 有了属于自己的大房子 按照自己的喜好 一点点装修和不致起来 引人羡慕德仙和闺蜜们聚会聊天逛街和旅行 喜欢各种艺术 画画设计等都很拿手 每年都有主演的作品播出 收入稳定 实现了一定程度的财富自由 真真正正过着自在随性的生活 变成了自己的女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